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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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几个tip 给你们啦 如果你想要 Copyright free 的音乐的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 我今天又要做一期 How I Edit My Videos So 其实为什么 突然间又要做 我做 How I Edit My Videos 是因為我要更新你們的影片 距離我上次做 How I Edit My Videos 是大概一年前了 所以我應該有更多新的東西可以和你們分享 Let's get straight into the video 首先我要先介紹我的幾個 Equipment 因為我現在是比較常使用我的 CAMERA來拍攝 所以我的CAMERA裡面是有一個 SD卡,我是買3DIS的 因為我的EDITING最需要的 器材也就是我的MacBook 這個是最新的MacBook Pro 最小的那個INCH 然後我的MacBook Pro只有兩個Port 所以我不能直接 置入我的SD卡進去 所以我是需要多一個這個東西的 這個是一個External Hard Disk 如果你需要Edit影片 我覺得你很需要這個 因為如果單單使用MacBook的話 那個Storage是1000%不夠用的 除非你用那種 ETV的那種 我介紹我如何Edit之前 我還要介紹一個東西就是 我如何把我的素材 全部搬去我的MacBook上面 我除了使用SD卡 我其實還有用一個東西就是 Photos 這個是我的MacBook 直接就有的一個App 所以我就是直接在Photos上面 File Export 我想要的Videos去我的電腦上面 OK,現在到你們最想知道的 也就是我到底是使用什麼APP來Edit 其實呢,我是使用 Wondershare Filmora 跟你們說 如果你們有看過我的上次的HowEdit 我也是在使用Wondershare Filmora 所以其實我用Filmora已經一段時間了 我覺得是很好用啦 我覺得是非常方便 而且對我自己的經歷來說 我覺得它是比較不容易卡的 因為我有使用過其他的 比較需要大容量的那種APP 它是比較容易卡的 尤其是在MacBook Pro 使用Filmora是比較不會卡的 然後其實現在Filmora有更多的Update 所以我很期待跟你們分享 我覺得很酷他們的Update 所以我會帶你們 step by step 教你們 Photos OK,所以我們到Jomora的這裡 First thing I would do 是做一個Ref Card 我覺得全部人都是這樣的順序吧 先report 我有這個 已經report完全部東西了 我們就把這些素材全部 搬到我們這個台南上面 Ref Card如果我是做Vlogs的話 我喜歡 確保影片的流暢度是流暢的 其實我喜歡把我的廢話全部割掉 因為其實我本身我何其要講廢話 停頓完全沒有說話 這些地方我肯定是會卡掉啦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講然後 我一直聽到然後我會覺得很煩 但是我還是會講 所以我在影片裡面我會卡掉 我太多說然後的地方 And then 喔還有and then 還有這些語氣助詞吧 我就會盡量的把它卡掉 Vlog裡面尤其是如果我在外面Vlog的話 我都是比較害羞的 所以我比較不敢講話 所以通常Vlog的停頓地方是蠻多的 我都會盡量卡掉 因為不喜歡整個影片 drag到很長 這時候我要分享一個Filmora很厲害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們的一個新功能 Silence Detection 這個是Filmora新出的一個功能 以前也是沒有了 但是我就是非常喜歡 它就會detect到我沒有講話的那些部分 也就是我很討厭的 然後就幫你直接卡掉它 有些地方它是沒有完全放進它 可是你在這裡其實你是可以edit的 所以不用擔心 所以Roughcut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但是我還有一個tip要跟你們分享 也就是shortcuts keyboard shortcuts 我建議你們還是使用一個電腦edit吧 因為我真心覺得keyboard shortcuts 是一個非常使用的東西 我要放幾個keyboard shortcuts 在這裡 我最常用的是 Command B Command Z Command Z 是undo 這個我也是很常使用的 Command B Command Z 還有一個是M M就是可以放一個marker 我喜歡放marker是因為有時候 很像添加note 所以我比較遲才去add it 給你一個例子啦 像有時候我addmarker是 我需要在這裡加一個text的時候 但是我text的話 我通常不會在Roughcut做 所以我是在比較遲才做 但是我要提醒這裡要放一個text 就可以幫我節省很多很多的時間啦 那第二個步驟是我會加special effects 我自己是很喜歡加那些好笑 還有可愛的effect 多數是好笑吧 如果你有看我影片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常用 Distortion上面的這些 比較搞笑的作品 像growth raindrop fisheye enlarge 我第一回想常用 這種一點問號的特效 像你要那種比較復古風格的effect 它這裡通通都有 所以你也不用在youtube去找 但是喔 如果找在feelmora找不到的話 雖然它已經有很多的選擇了 我就是會去youtube找像我想要的green effect 還是我想要那種搞笑的KO effect 還有如果你常看我的video的話 你就知道我會一直放那種毛毛的meme 我都是在這裡找 因為它這裡有很多的 咪咪 像這個 呀 我都是喜歡用這種 搞笑啦 我是搞笑的女啦 的meme 在我的video裡面 喔 還有這種字啊 這種text的effect 我都是有用的 如果我要做一種比較 aesthetic的intro 下這個feelmora的sticker 是真的很多啦 你看 scroll不完呢 還有我也是覺得比較適合新手吧 因為新手的話 有時候想不到要放什麼effect上去 你可以直接在這裡找 ok 我做完effect過後 我就喜歡放transition 其實我的話 我不是太多用transition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的話 我有時候是出於懶啦 但是一方面也是因為 我覺得太多transition的話會很亂 所以我是比較喜歡在 是真的連接不到的clips之間 我才會放transition 像說我的intro還有我的影片的那個segment 我就一定會放transition 還有我比較喜歡用transition 都是比較簡單的 就沒有這樣複雜的 我最喜歡用的應該就是push left了吧 因為我就覺得是like最簡單 然後最不煩的一個transition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那種很煩的transition And then我放了這個push left喔 每次都喜歡放一個sound effect 也就是woosh 就是那個woosh的sound effect 也就是這個很多sound effect都在feelmora有 feelmora上面的sound effect是比較適合新手的 也就是如果你想不到要放什麼sound effect 你就可以在feelmora這裡scroll一下 我覺得你都會找到你想用的sound effect 還有很多啊像lafter 我很喜歡放這個mau 這種lafter 還有mouse click 我就覺得在feelmora有的話是真的很方便 我最喜歡的幾個feelmora上面的effects 我都放在這裡 好那加完全部這些effects過後 我就會開始加像中間的那種media 因為feelmora上面其實它是有自帶很多的effects的 feelmora這個beats screen section 它是有蠻多我很平常使用的 像我剛才說那個KO它其實已經有在這裡了 所以你也不用特地去製造 還有幾個額外的功能我會放在這裡 幾個就是AI portrait 這個我很喜歡在那種outfit的video上面用 以前feelmora沒有這個功能的時候 我真的是需要一點一點的把這個人卡出來 但是在feelmora有這個功能囉 另外這個是motion tracking 你可以幫忙遮東西 還有這個就是smart cutout 也就是跟剛才那個AI portrait差不多一樣的 stabilization 我是比較喜歡用在我用相機拍的一些走路的影片 因為我的相機上是沒有裝stabilizer的 所以難免我拍出的影片是非常晃的 所以我是很常用這個stabilizer的功能 讓它不這麼晃 還有很好的一個點是它有這種lens correction 我覺得這個是其他 editing software都沒有的吧 這只有在feelmora有 它就是可以弄到你想要的那種參數 就把它correct更好啦 像我比較喜歡使用superview 因為就可以把影片弄得比較寬一點這樣子 其實和你們說我最後一個step做的是intro 因為我覺得intro是最需要費腦力的一個步驟啦 我每次想把intro弄到最美最美最好最好來吸引觀眾 我這時候我就很感謝feelmora上面有很多的free template 我會放幾個我超級喜歡的template在這裡吧 給你們展示一下他們的free template是怎麼用的 基本上是把那個template drag去你的timeline過後 然後就放你自己想要的影片進去裡面 然後VALA搞定非常簡單 我是比較喜歡在很像我的travelvlog或者vlog上面我會比較常用 vlog的話都是要比較aesthetic 比較美的 最後第二個step是music 同樣feelmora上面也是有超級超級多的music 而且我蠻確定他們全部都是copyrightfree的啦 其實如果你用在youtube是不用給版權費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youtube找的話 你也是像我剛才教你們的方法 把那個link連結copy下來 然後就把它轉去mp3 然後就辦到你的影片那邊 我有幾個tip給你們啦 如果你想要copyrightfree的音樂的話 第一個就是你要在youtube的幾個 有寫著no copyright的影片那邊找 一個tip啦 你可以滑到那個description那邊下面 看它到底有沒有copyright 這是我很常做的一個事情 如果你看到下面它有寫著一個狂狂 那就是代表它一定是有copyright的 所以最好不要risk使用啦 或者你可以做完你的影片過後 然後你就post在你的youtube as unlisted post一段時間看它到底有沒有copyright你的影片 如果沒有的話就代表you safe了啦 放一個我特別喜歡的channel 我覺得很多人都會用啦 就是steri ethic 他們提供真的很多的copyrightfree音樂 一個tip就是我通常會找cover of我想要放音樂 因為cover的話通常不會copyright 或者low fee 差不多像一種instrumental的 或者piano cover或者guitar cover都可以 哦還有我也會用dermatic 那影片大致上都是做啊 但是就到了最煩最煩 最煩的那個part就是subtitle 為什麼subtitle這樣煩呢 是因為... 你要自己打字嗎 Just kidding 自從fumora有了這個AI功能過後 我再也不用自己一個一個字打出來啦 這也是fumora他們的新功能啦 可以自動識別影片裡面的subtitle 然後它就會幫你transcode 這很快耶這個 好啦 你也可以把它的font直接換掉 在影片最常用的是Futura Futura 我最喜歡這個 因為英文跟華語我都覺得它 看起來都很好看 比較喜歡放background啦 因為看起來比較整齊一點 其實我還要和你們分享我的一個秘密 真的是很太晚時間啦 我真的是很沒有時間 我真的是很想要生時間 所以 after使用那個AI generated的subtitle 拿到我的中文字幕後 我還要translate去英文是不是 我是使用Google找到的這種website 它就會自動把我translate完我整個subtitle 剩很多時間啦 所以export出了影片 然後uplog去youtube就搞定啦 這個是我的整個editingprocess 其實如果你想要做youtuber 還是edits你還好的話 我覺得filmora是一個很好的app 給你去嘗試 其實它也是一個free的app 但是有些功能它是需要premium的 但是大致上可以用的都是free的啦 所以我就覺得很好 我覺得你可以愛上editing with filmora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你有學到一些東西 希望我有幫到你 加油 謝謝 我記得完整期影片 吃黑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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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感谢观看